讲到战争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希望发生 此刻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 非常惨烈 非常的人间地狱 地点在黎巴嫩 我们看到以色列这连续两天 狂轰猛炸 尽管有炸死他的目标 真主党的一个非纸布的一个指挥官 可是 全部都是恐怖分子吗 全部都是这个真主党的人吗 不是耶 已经有569个人死亡了 里头有小孩有妇女 将近2000人受伤 你可以看到这两天激烈的交火 基本上我们看到贝鲁特 是被整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狂轰猛炸 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50名儿童 我刚刚讲 在这场轰炸里头已经死亡了 所以黎巴嫩未来可能变成 另外一个加萨走廊吗 因为攻击以来已经有50万人流离失所 很多人离开国家 逃往叙利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情况看起来有点失控了 到底以色列想要干嘛呀 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真主党就警告黎巴嫩的民众说 你们要小心 因为现在以色列在空头有条码的传单 长这样 上头有一些阿拉伯文字 那有一个条码 他说你们不要去扫这个条码 很危险 因为他会搜集你所有的资讯 而另外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乙军他继续放话威胁说 我还要暗杀你真主党的任何高阶人 所以我的大绝招都还没有出来 这是以色列的参谋总长哈勒威 他说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打击 直到你真主党明白 国防军无论在攻击和防守都具备许多 到现在我还没有派上用场的能力 我还有绝招没使出来呀 你等着吧 我们看到包括 以色列准备对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 这是很多专家预估的 地面的部队要出来了 他们希望在以利 在两国边境建立军事缓冲区 就是把黎巴嫩一部分的土地给占领 作为军事缓冲区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伤亡多么的惨烈 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真的是战斗民族 他在北边打真主党 对这个哈马斯一样进行轰炸 进行作战 两条战线上作战 加萨已经有22人死亡了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态度 那当然至关重要 你到底是敲边鼓 驻站 还是你要他stop 你要他停呢 我们看到外交的途径到底有没有可能 因为全世界其实大部分的人不希望有战争 拜登总统说 警告以色列跟黎巴嫩 如果爆发全面的战争 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你这样讲也没用啊 谁听你的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确有实际的行动 可能会派遣航母前往中东 而且两艘航母都可能同时进驻 我们看到包括现在这一艘杜鲁门号 他已经从这个维吉尼亚的这个诺福克基地起航了 出发前往欧洲第六舰队地区 可是会不会再转到中东呢 因为我们看到包括林肯 目前位在阿拉伯湾 他会停留在那个区域 做一些戒备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以色列猛烘黎巴嫩 写是什么 美国影响力匮乏 你叫不动啊 你根本没人要听你的 你看到以色列根本就是完全 就是已经杀红了眼 那另外呢 这个油价金价 现在都整个巨幅的上涨了 我们看到OPEC上调 中长期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 而国际的金价连三天创新高 今年飙涨了三成 市场汉会冲破3000美元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 来请教立将军 这是以色列我觉得他的目的 就是要将原来在 住在以色列北部的这些居民 因为加沙战争发生 怕政府长攻打 将他们总共有6.5万人左右 移到以色列的中部地区来居住 前两天纳坦雅胡讲得很清楚 他要将这6.5万人 回到他们以色列北部地区 你回到北部地区 有一个限运的条件就是 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 不要受到战火波及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政治解决 和平谈判 加沙战那边停火 跟政筑长这边 大家取得和谐 大家都不要打来打去 第二个方法 就是我用武力威责你到政筑长 你头都抬不起来 让你不敢威胁我 现在我们看出来很明白 纳坦雅胡采取第二种方法 就是武力威责到底 我们从这个BBC扣爆炸事件 就看得出来 BBC扣爆炸 它不只是一个恐怖的攻击行动 它主要就是打仗第一个 先把敌人的指挥通讯体系打乱掉 你现在看爆炸 这个政筑长的指挥阶层 大概都受伤了或死亡了 然后通讯电路也断掉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紧接着他会采取什么 就是空中攻击 轟炸 你不要看他攻击1600个目标 他每个目标都非常的精准 代表什么 他的情报收集非常准确 你看他第一天他打掉的是谁 他空中轟炸打掉的是马基勒 是他们第一号的指挥官 对不对 他们是哈桑旅还是什么的 这种指挥官 就很清楚你住在哪里 所以他这1600个攻击目标 几乎每个目标 不是你的火箭发射基地 就是你指挥官所在的位置 或者是你工厂所在的位置 他情报收集的非常测读 所以1600目标 这时候邓助长是很测读的被打掉 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时候当然 郑助长来讲的话 他在上次2006年到现在 有18年的时间 他在这个北部地区 其实他跟加拿大一样 也构筑了很多坚固的 地下通道跟公式 你现在来讲 我认为说是以色列下一步 一定是灰烬进去 因为他第98师 已经调到这边来了 准备地面部队开始进去 你如果地面部队不进去 你靠攻中轰炸来讲的话 你不能彻底消灭郑助长 所以他准备地面部队推进去 最少推30公里 当然他如果有美国有靠山 对不对 美国现在是怎么样 美国我跟你讲 他来两艘航空母舰 这两艘航空母舰大概没用 为什么 今天早上发生一些 美国很糗的一件事情 他有一艘弹药运母船 叫做大脚号 大家看一下 我特别找到这大脚号 这大脚号它是说 它塑胶这船舱里面的情形 淹水淹到这么严重 淹到这么严重 然后美国说 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可以找游轮来代替 你放屁啦 你骗人 为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 这油弹补给船 对军舰补给没有那么简单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这油电补给船 在对航空母舰补给 你说它航空母舰 它核子动力 它不需要用油 我们飞机要用油 对不对 你旁边的护卫舰也要油 但你知道美国说 你认为它还有没有别的油弹补给船 我跟你讲美国现在产到什么程度 它真的没有第二艘 真的喔 因为美国总共建了七艘 花了64亿美元建了七艘 因为油弹补给船 你跟军舰在一起做补给的时候 你看靠那么近 一艘四万吨 一艘十万吨 那个船的速度要一样 然后中间波浪干什么 你不小心又撞在一起了 而且要高压 磅补 才能够把那个油打进去 补给进去 不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我说美国现在很惨 它美国总共盖了七艘 完工了五艘 第一艘完工的是在2021年 我还特别查了它的型号 它的编号叫做约翰号 然后这艘船2021年下水到现在 还不能开座场 那你说美国现在 它这两艘航空母舰来 如果说是没有奶妈的话 它怎么去作战 以色列也要想清楚 美国这次不见得能够帮上 是 没有错 你看在海上运舖不容易 加油不容易 跟空中一样 空中也不容易 来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一次的运舖 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纰漏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他们的舰长跟海上的军官 他们的水平已经有问题了 训练不够 训练不够 对水文资料掌握不够 而且有怠惰指护的 有怠惰的这个嫌疑 因为各位您知道这么大的 一个四万吨的船要触礁 那是很严重的事情 而且这是最低级的错误 因为所有的舰上的官兵 尤其是舰长 他们要对水文资料的掌握 要非常的精准 那么更何况这艘船 一旦触礁以后 以美国目前的修补能力来说 排队不知道排一年半 还是两年才能排到 等于是这段时间都没有办法 美国现在应急的办法 就刚刚立将军讲的 他们在调动一些邮轮 在调动一些船来去改装 可是改装要多少时间 来不及吧 对 所以要很长的时间 当他的改装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 而且要让他的后面的 这些补给船 能够接上去的时候 这段时间你航母 到底要不要执行任务 更何况美国目前来讲 能够阻止以色列停止 不要去攻打黎巴嫩 只有美国 只有美国这个国家 一个国家能做到 可是美国到底 要不要以色列停止战争 看起来是 非但没有要以色列停止战争 他还在旁边助攻 为什么 刚刚谈到的林肯浩 其实他就是在牵制伊朗 要伊朗不准去支持 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然后反制这个以色列 以及阻止伊朗出手 进入伊拉克或是叙利亚的 民兵组织跟以色列交战 所以他的林肯浩放在那里 是牵制以色列 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 杜鲁门浩派到地中海去 也是一样协助以色列 就是必要的时候 他可以从那个地方登陆 去攻打这个黎巴嫩 或是相关的国家 他也牵制住 中东地区的国家 不要借助这场战争 请问一下 把整个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的 这些很有可能同情 黎巴嫩的这些武装力量 都牵制住以后 他到底是在阻止以色列动手 还是在帮助以色列继续动手 嘴巴讲的是一套 是 美国的现阶段的政客 永远都是嘴巴讲一套 你要看他的行动 两个航母战斗群过去 不是要阻止以色列停止行动 观众朋友 现在是以色列主动挑衅攻击 不是真主党主动挑衅攻击 我觉得事情的 这个因果一定要弄清楚 以色列先把人家用巡护机 把人家炸了 炸了以后不准人家报复 然后接着就说黎巴嫩真主党 要报复他 黎巴嫩真主党只不过打了 165枚的火箭弹 而且弹头都不大 距离也不远 而且还是慢速的 你却马上反击1600枚 那你没有差别的 你一方面有打一些军事目标 二方面却炸死很多的平民百姓 你还说因为那些大楼 楼上有发射器 那我们昨天我已经有说了 那我们台湾赖清德 把我们的导弹放在公庙 那大陆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攻打 我们的这些公庙 这个一样的逻辑 你今天用这个理由 你就可以去 无差别的杀了一堆人 那民进党当局为什么不说话 我觉得台独的你应该要说话 你应该告诉内塔尼亚胡 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如果你内塔尼亚胡是对的 那你也应该要同意 未来假设两军交代 因为那进展很好战 那是不是公庙也被打 所以我们公庙一定不让他停 把导弹放在你那边 放弹药 现在这个黎巴嫩的死伤人数 已经将近3000人了 其中将近600人死亡 有50位以上是小朋友 是儿童 来 我请教 其实现在就是 这是以色列一系列的步骤 我先用呼叫器炸你 对讲机炸你 炸到你所有通讯设备 你都没有办法互相联络的时候 政治党想要反击 他必须要怎么办 他现在应该也没有飞鸽可以传输了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 大家要找个地方聚会碰面 研究接下来的战略 那以色列就在那边等着 你一集中我刚好就炸了 以色列现在就在做这件事 那这显示什么 第一个以色列是有计划的 针对政治党发动一连串的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还没完 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更重要的就是 曾祖党内部的内鬼实在是太多了 把曾祖党几乎所有的行动 几乎都泄露出去 你看他每一次都可以非常精准的 打击到曾祖党的重要领导人物 那你曾祖党如果自己内部内鬼那么多 那你被人家整成这样子 根本就是活该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 所以曾祖党 我觉得与其你现在集中全力 想要去反击以色列 不如你先找一找你内鬼到底是谁吧 你内部如果都没有办法肃清的话 你更不要谈去跟以色列作战 但是以色列现在看起来是野心勃勃 他甚至已经讲出来说 他要在北边这个地方清空一块缓冲区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要直接入侵黎巴嫩 要在黎巴嫩的边境制造一块缓冲区 把曾祖党赶走 那这个就是摆明了违背联合国宪章去入侵其他国家 对啊 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可是这样子 美国虽然嘴巴上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 可是实际上 之前本来我们都以为伊朗会采取大规模报复 结果伊朗没有做这件事 本来大家以为中东 既然伊朗没有报复 那加萨走到这边其实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那慢慢慢慢 暂时应该可以平静下来 结果没有 结果是以色列现在继续要持续攻击 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想清楚一件事 接下来 这个以色列如果重启这个战端 两边开战的话 你知道倒霉的是谁吗 巴勒斯坦人 黎巴嫩人当然会倒霉 乌克兰人也要跟着倒霉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 他的弹药除 他已经打了好几月的仗 他的弹药武器除备其实也不多了 那接下来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战争 甚至扩大对黎巴嫩的战争的话 那他的武器由谁支援 当然是美国要支援 那美国有这么多武器可以支援吗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提供给乌克兰武器 去增援以色列 那请问一下乌克兰的战争怎么办 乌克兰现在战事非常危急 所以美国你是已经准备牺牲掉乌克兰了吗 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是没有能力阻止以色列 甚至美国有一些政府内部有人跟以色列根本是共谋 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未来只会让自己陷入更严重的难关里头 是没有错 现在美国当然他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也可能改变一些国家的命运 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